董南鎮林子裡的積水遲遲沒有消退 消防救難人員獲報 在二八八巷內有婦人受困 在鐵皮公寮 立即出動救生艇 總算順利找到失聯的婦人 還好人平安沒有大礙 但因為長時間泡在水裡有點失溫 立即給予保暖措施 小心翼翼的將她護送出來 真的嚇壞了 六巡婦人親友表示 一整個早上都聯繫不上 才會趕緊打電話報警 即將人員立即出動找尋 這回凱米颱風 狹帶驚人雨勢 山區連夜大雨 導致大湖口溪暴漲一流 大水衝進民宅內 上午董南鎮 緊急將危險區的民眾撤離 並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期盼雨勢盡快趨緩 讓大雨趕緊消退